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家央企担任部门经理 整个这十年基本上很少跟家人沟通 有时候我家人也会问 但我基本上都是选择以一个比较好的答复去回复他们 然后不会去更多的深层次探讨这些 还是不习惯吧 不习惯跟亲人 长辈去过多的探讨我的生活 我的一些决定等等 我也担心他们可能会担心我目前的生活 是不是过得开心 顺利 这段时间看了第二个剧就是《人世间》 其中有一条是 这个世界在意你的人和你在意的人 就那么几个 这就是你的全世界 这句话其实给我的感触特别深 就包括我们的亲人父母 以及我未来的伴侣 这可能就是我的全世界 怎么说呢 就是会更加珍惜 跟他们团聚在一起的时光 生活中我秉承着 大事不含糊 小事不严肃的行李准则 是兄弟们的气氛担当 我会妥贴地安排好每一次聚会 让大家都能尽兴 我离家在外将近十年了 每次我有什么事情 他们都会来帮忙 包括这次来参加《非诚勿扰》 他们比我还激动的 都在等着这个节目播出 当然最为我婚事着急的 还是我的家人 就在今年 我姑姑开始给我发乡亲帖 之后每天都有阿姨加我 有意思的是 他们形容自己女儿的词 也都类似 大方得体 大方优雅 大方美丽 搞得我也是有点懵 这大方到底是个什么长相 不过最后 都因为我人不在大连 而不了了之 希望这次在《非诚勿扰》的舞台 能遇到心仪的你